三十岁这年 舅妈开乱笑地说道 然然 你终于舍得把自己嫁出去了 我从小父母双忙 自幼在舅舅家长大 自然而然也是从舅舅家出嫁 在我上婚车前 舅妈递给我一手袋 她双眼满寒泪花 看我的眼神很是不舍 舅妈说 然然 这是舅妈顶你的一点心意 上车后再打开 以后常回家看她 我点了点头 给了舅妈一拥抱 婚车缓缓开动 我打开舅妈给我的手袋 看到里面的东西 我愣住了 随后感动地流出了眼泪 时间回到二十年前 那时候我十岁 在父母的精心呵护 和日复一日的宠爱下 我成长魅了一个 快乐单纯的小女孩 爸爸妈妈夫妻恩爱 家庭和睦幸福 这或许是所有人 都梦想的生活 这其中也包括我 我以为 这大概就是一辈子的写照了 但没想到 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把我美好的梦想砸得粉碎 我也从一个快乐幸福的小女孩 步入云端 一夕之间 我长大了 那天 刚好是我十岁生日 爸爸骑着一辆老旧男士自行车 带着我和妈妈 去镇上买生日蛋糕 我坐在自行车最前面的架子上 而妈妈则坐在后排座位上 一路上 我们一家三口有说有笑 很快乐 原本应该是心情愉悦的一天 没想到自行车走到半路 经过一个下坡的时候 车速却越来越快 然后一晃荡 我什么都不知道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 发现房间里充滞着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我正视了下自己 胳膊上有几处明显的擦伤 我动态了下身子 大腿深处传来钻心的疼痛 我的意识渐渐回笼 仔细回想了自己出事之前的场景 当时自行车好像完全失灵了 也许是爸爸太惊慌了 车龙头也歪歪扭扭 以很快的速度朝着路旁边的山沟里跑去 当自行车要翻的时候 千军一发之际 是爸爸抱住我 拼命护住我的头 我的爸爸妈妈呢 他们还好吗 我迫切地想知道 爸爸妈妈是否安好 正准备挣扎地起床 这时 舅舅推门而入 见我要起床 赶紧跑过来按住我 脸上担忧不言而喻 你这孩子 都伤成这样了 还不躺得好好休息此时的舅舅 仿佛是我的救命稻草 我几乎是颤抖的声音问道 舅舅 我的爸爸妈妈怎样啊 舅舅 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反而安慰我 让我好好休息 这件事以后再说 但他的脸色和平常相比 大不一样 我心里 有了不好的预感 在我的一番死缠烂打之下 舅舅一脸悲伤地告诉我 然然 你的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那时候的我 已经明白了 不在了是什么意思 舅舅的话一说完 我的眼泪完全控制不住 哗啦啦地往下流 我一边承受着失去父母的痛苦 心里却产生了更大的自责 如果我没有求着父母带我去镇上买生日蛋糕 这一切甚至就不会发生 因为我的自私 导致父母年纪轻轻 就失去了生命 我用尽全身力气 疯狂地垂打着自己的头 此时 身体上的痛 完全比不上心理上的痛 舅舅健壮 立马按住我 他的语气里有无奈和疼惜 他说 孩子 这一切都是意外 和你无关 你不要这么对自己 你爸爸妈妈如果知道了 一定会很心疼的也就是听到这句话 我立马不哭了 从小到大 我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 为了能给我更优质的生活 父母只要了我这一个孩子 这些年来 他们顶得巨大的压力 和爷奶奶周旋 特别是妈妈 因为不愿意是二胎 三方五字 受到爷奶奶的白眼和嘲讽 为了避免 我受到爷奶的不公平待遇和谩骂 父母带着我搬到了县城 而这次 因为回老家有事 恰巧是我生日 没想到 却也发生了这个意外 小时候 只要我哭了 大把妈妈就心疼得不行 现在他们不在了 我更不能让他们失望 我要做一个 让父母骄傲的孩子 我因为腿上有伤 不方便行走 舅舅为了让我送父母最后一程 特意去借了个轮椅 舅舅说 大把妈妈被路人发现的时候 就不行了 最后被家里人安排送回了家 回家的路上 我不言不语 等回到了家里 看到院子里被盖着白布的爸爸妈妈 我终于忍不住嚎啕大哭 大把妈妈葬礼那几天 我过得哄哄入耳 前几天 我还是那个生活在密挂里的孩子 瞬息之间 我就成为了一个父母不在了的肯人虫 父母丧事处理完之后 我由谁抚养的问题 被提上议程 我爷爷奶奶健在 原本我应该由他们抚养的 但他们借口年事已高 自顾不暇 并不愿意收留我这个累赘 他们曾当着亲朋好友的面 在父母的灵前破口大骂 说我是个害人精 害死了自己的亲生父母 如果不是我贪吃 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对于他们的谩骂 我无从颠簸 他们说的对 是我害死了自己的父母 我害死了他们的儿子 他们不愿意抚养我也很正常 尤其是他们重男轻女 我重的丫头骗子 自然入不了他们的眼 接下来是大伯 应着大伯娘强势的性格 她更是不敢吭声 才刚说到这个话题 大伯娘就哭天喊地 装可怜 我自己家有三个儿子都自顾不下 脑孩刚往家里 领人她说王皇给了 大伯一个威胁的眼神 我在一旁看了一清二楚 关于大伯娘和我父母之间的 恩怨我一清二楚 大伯娘应得生了三个儿子 在我妈面前耀武扬威 对我的态度 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妈妈善良 自然懒得和她计较 只是这些 我都记在心里 如果让我跟着 这样一人一起生活 我宁愿留宿街头 还有两个姑姑 早年远嫁去了外地 对于我的处境 也是无能为力 原本热闹的场景 如今却变得鸦雀无声 现场的气氛 让我觉得尴尬又压抑 我正想寻了机会 出去透透气 舅舅一脸急切地推门而入 你们不养 我来养 舅舅的话质地有声 让原本安静的场面 又开始热闹起来 舅舅三步并坐两步地 来到我跟前 或许是赶得急 她的额头上 冒着细细的汗 脸上带着一点 不正常的潮红 我心里一阵感动 舅舅却一脸愧疚地 看着我 说道 然然 对不起 舅舅来晚了 让你受委屈了 我摇摇头 舅舅却一个猎 险些晕倒 看舅舅的脸色很不好 像是生病的样子 我很担忧地问道 舅舅 你怎么拉 舅舅朝我摆了摆手 又勉强地笑了笑 我没事 你不要担心 她说完 又转身朝着家里的 那些长辈看了一眼 才一字一句道 然然那么懂事的孩子 你们不愿意养 是你们没有福气 她是我姐的孩子 也是我们张家的孩子 我这个舅舅 就算是砸锅卖铁 也会把她拉着 大原本肉闹的场面 又开始安静下来 舅舅全然不顾 说完之后 拉着我转身就走 我就这样 跟着舅舅一起过上完 相依为命的生活 外公外婆早逝 舅舅是妈妈 唯一的娘家人 现在也算是 唯一对我好的亲人了 原本 舅舅有一个 即将要结婚的女朋友 但因为我的出现 未来就妈和舅舅很兴奋的手 我曾经去找她 哭着请求她 不要和舅舅分手 我说 如果她真的在意 我在这家里 我可以离开 就算是我一个人 孤苦无一 我也不愿意耽误 舅舅的终身大事 自我懂事起 舅舅就一直很疼爱我 可以说 完全是把我当成 自己的亲生孩子 在疼爱的 我记得 在我八岁的时候 爸妈外出有事 托付舅舅照顾我几天 爸妈刚离开的那天晚上 我就发起了高烧 那时候正值冬天 寒冷刺骨 我缩在被窝里 痛苦的身影 还好 睡在隔壁的舅舅 大夜起来 给我盖被子 最后看我全身 烧了滚烫 背起我就往医院跑 寂静的夜晚 街上几乎没有行人 天空中 瑟瑟洋洋 飘的雪花 我趴在舅舅的背上 却感觉心里 特别的温暖 舅舅为了 让我保持清醒 一路上 对我唱的歌 让我不要睡 虽然他的歌声 电调严重 我却觉得 这是世上 最动听的音乐 到医院之后 医生立即 给我做了检查 并做了退烧处理 我在医院的五天 发烧一直反反复复 舅舅一个大老爷们 却不眠不休照顾我 我病好后 舅舅肉眼可见的 瘦了好多 我心里很是愧疚 舅舅却笑着安慰我说 我就你一个外申 不疼你疼谁陷入金 又因为我 舅舅的婚事告吹了 我觉得自己 可能就是灾心 我想着 能为舅舅做点什么 但舅舅的女朋友 去意已绝 全然不顾我的苦苦哀求 因为分手这个事 舅舅把自己 关在房间里 一天一夜 无论我怎么敲门 他也不回应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舅舅总算出门了 只是舅舅的样子 把我吓了一跳 以前的他 很爱臭美 总是把自己 倒刺得很帅气 而现在的他 胡子拉叉 双眼布满红血丝 原本利弱的头发 现如今也是乱糟糟的 也许是舅舅注意到了 我眼里的担忧 他对着我勉强地笑了笑 然然 肚子落了吧 舅舅马上去 给你做饭去 我摇了摇头 拉住舅舅的衣角 声音已然带着哭腔 舅舅 我们都要好好的 好吗 舅舅健壮 立马给了我一个拥抱 然然 对不起 是舅舅错了 让你担心了 你放心 以后我们都会好好的 也就是从这天开始 舅舅开始振作起来 只是 以前每天 句句不离他女朋友的舅舅 开始变得沉默寡言起来 他的名字 成为了我们家的禁忌 仿佛稍微触碰 曾经结痂的伤口 立刻会鲜血直流 但我相信 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 总有一天 舅舅会忘记 这段伤心忙事 以终会遇上自己的有缘人 为了方便接送我上下学 舅舅换了一份 更自由的工作 在一家工厂做寄件的活 舅舅常说 赚钱虽然很重要 但你孩子家家的 一个人上下学很不安全 所以 到了我放下学的点 舅舅从来不缺席 偶尔遇到要加班 舅舅也是把我先接回家 然后他再赶回工厂加班 有一次我晚上被咳醒了 起床去客厅喝水 没想到 发现舅舅躺在沙发上 睡着了 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这么睡也不怕受凉了 我赶紧把舅舅叫醒 示意他去房间试觉 他一忍倦意地揉搓了双眼 这才嘟囔到 原本只是想在沙发上 躺会的 理想到 一下就睡着了接着 舅舅又摸了摸我的额头 丫头 赶紧去睡吧 明天还要去上学呢 我点了点头 看得舅舅离去的背影 是那么的孤寂 让我心里一阵酸涩 如果 舅舅能找到一个 贴心地照顾他的人 该有多好啊 只是 时间一晃几年过去 我已经上初二了 属于舅舅的有缘人 还是没有出现 直到我初三上学期 开始不久 舅舅终于带回来 一个陌生女人 没错 这个女人就是 我未来的舅妈 那天正好是周末 我正躺在阳台上 晒太阳 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 我知道是舅舅回来了 舅舅那天也休息 一大早就出门了 临走前还说 中午回来 丢我一个惊喜 舅舅脸上的笑容藏不住 他好久不曾 有过这么耀眼的笑楼了 我心里也在琢磨着 舅舅嘴里所谓的惊喜 究竟是什么 如今她回来了 我自然是多了几分期待 我从阳台三步并坐两步来到客厅 舅舅左手拎着两袋菜 右手牵了一个陌生的女人进门 舅舅给的这些惊喜 确实让我呆愣住了 也许我还没做好心理准备 以怎么样的状态 去迎接家里未来的女主人 总而言之 内心有过片刻的慌望和不知所措 特别是她看着我 面无表情 我内心里的不安 更甚 接下来的场景就是 我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而舅舅和未来的舅妈 在厨房里忙碌着 从里面时不时传出 他们说话的声明 或许这家将会迎来久违的快乐 一个月后 舅舅和舅妈结婚了 舅舅在结婚之前 曾经问过我对舅妈的看法 我虽然心里觉得有点勉强 但嘴上还是说着 挺好音的舅妈不爱笑 脸上的表情总是很冷漠 所以初次见面 我对她并没有什么好印象 所以她和舅舅结婚之后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对她也是进而远之 就连在家里说话 我也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了 时间一长 舅舅也感觉到了我的变化 我随意找了个理由敷衍过去 舅舅对我的话一向深信不疑 他倒也不再怀疑什么 距离我中考还有两个月的时候 我发现家里的饭菜更丰盛了 而且我每天下碗自习回来 锅里总温着一大碗鸡汤 我只以为是舅舅交代的 便也没做她想 直到一个月后 我感染肺炎住院 才渐渐了解 其实舅妈一直是个外冷心热的人 那天下晚自习 回家后我感觉整个人都轻飘飘的 我以为是前两天受凉引发的后遗症 便也没怎么注意 甚至到后半夜 头晕沉沉的 很不舒服 我挣扎了起床 想得到杯热水喝 混混好过点 不曾想 还没走到客厅 整个人就碰了一下 倒在了地上 也许是我搞出的动静太大 这惊醒了舅妈 她披着衣服走出卧室 看到地上倒地不起的我 几乎是立刻讨到我的身边 眼神里充满了担忧和心疼 冉冉 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哪里不舒服 听到这句话 我突然想到妈妈 以前我不舒服了 妈妈也对我说过同样一句话 想到妈妈已经离开我快五年了 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流 舅妈可能被我的眼泪吓到了 她只以为我是碰到哪里了 竟然不顾已经怀孕的身子 背起我就要往外面跑 当时的我被舅妈的 这个行为感动了 细细想来 自从舅妈来家里之后 对我其实不错 每次吃饭 她总会把我喜欢吃的菜 挪到我面前 她出去逛街的时候 看到适合我的衣服 也会买回来给我 家务活也从来不要我沾手 她说 我现在的最主要任务是学习 她知道我害羞 每次我生理期快到的时候 总是会提前帮我买好卫生用品 放到我房间的抽屉里 我因为没有父母 被一个同学嘲笑 我气不过和她打了一架 当时就被叫了家长 舅妈不问任何缘由 站在我身前没护我 而我因为对舅妈的偏见 忽略了很多重要的东西 其实 舅妈一直是个外冷心热的人 我因为怕伤到舅妈肚子里的孩子 坚持不肯让她背着我 最后 她小心翼翼地搀扶着我去了医院 好在医院离家里并不远 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 经过医生的一番检查 我被确诊了肺炎 肺炎虽然不是很严重 但医生还是安排了住院 想起上次住院 还是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是舅舅在医院陪着我 如今舅舅不在家 照顾我的人变成了舅妈 我每天在医院输液 她盯着瓶子 眼睛都不敢眨一下 等我挂完了水 她才敢躺下 眯着眼睛休息一会 但只要我稍微有点动静 她立马就醒来了 紧张地问我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当我摇了摇头时 她才松了一口气 我在医院住了一周才出院 舅妈为了我忙上忙下 我都看在眼里 我在想 我的态度甚至该改变了呢 舅舅出差回来之后 看着我和舅妈 躺在沙发上有笑有笑 看我们俩的眼神都不对了 我和舅妈相视一笑 同时给了舅舅一个 就不告诉你的眼神 有时候 我们往往会被一些 表面的东西所迷惑 而忽略了事情的本质 只像看一个人 永远不要看表面 而是深入内里 去看看她究竟做了什么 我中考后取得了 不错的成绩 被县城里最好的高中录取 舅舅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然然 你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可少不了你舅妈 那几个月的主动付出 特别是天天一顿鸡汤 可是把你舅妈娘带了鸡 都给造得差不多了 听了舅舅的话 我大吃一惊 原以为是舅舅交代的 没想到这一切 都是舅妈做的 我心里又是一暖 看来 舅妈是把我当作 亲生女儿般的疼爱了 我的心里也暗暗发誓 以后一定要好好孝敬 舅舅和舅妈 感恩他们 对我的所有付出 在我中考后不到半个月 舅妈在外出买菜的时候 不小心摔了一跤 等我们赶到的时候 我只记得地上好多血 等我们急急忙忙 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 已经满了 舅妈的孩子还没来得及 看这个世界一眼 就离开了 让我们更难过的是 医生说舅妈的身体 原本就不容易受孕 以后再怀上孩子 可就难了 这对于舅妈来说 可以说是双重打击 我们不想舅妈伤心 便打算瞒得舅妈 她的身体情况 舅妈因为失去孩子这件事 伤心了整整一个月 好在在我和舅舅的陪伴和开解之下 她也渐渐开朗起来 我曾经问过舅舅 如果你以后都没有孩子了 你会怪舅妈 或是和她离婚吗 舅舅摇了摇头 语气里充却满了无奈和和心痛 她说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 失去孩子原本已经是一件很痛苦的事 而她 中此一生 或许都不能再成为母亲 她已经很可怜了 我又怎么忍心 再给她的伤口撒岩事啊 舅妈为了这个家劳心劳力 就算以后不会有孩子又怎么样 从此以后 我就是她的女儿 为她养老送终 之后 我按部就搬上了高中 读了大学 大学毕业之后 留在了离家里最近的城市工作 其实 原本我更向往的是 北上广深那样的大城市 但因为舅妈的一句话 我选择留在了这座 我上了四年大学的城市 舅妈说 冉冉 不要跑太远 舅妈会想你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人生地不熟的 要是被欺负了怎么办 虽然只是简单的一句话 但是对于我而言 包含了舅妈 对我深深的爱 而且 舅妈在我上大三的时候 查出了乳腺癌 虽然动了手术 但是医生说 还是有复发转移的可能性 所以 最后我选择留在了 离家里最近的城市 我工作的地方 距离家里 也就两个半小时的车程 只要舅舅和舅妈一个电话 我立刻就可以赶回家 我24岁这年 舅妈的腰椎出了问题 我和公司请假回家 照顾了舅妈整整一个月 和舅妈同病房的阿姨夸赞我 只是个孝顺的女儿 我孝孝没有否认我和舅妈的关系 这些年来 我们俩早已出成了亲密的母女关系 而我做的这一切 也并不是为了得到外人的赞扬 舅舅和舅妈对我有抚养之恩 如今我长大了 时代好好回报他们了 我30岁这年 和相恋四年的男朋友 走入了婚姻 在我的婚礼上 舅妈握着我的手 哭得不能自已 临上婚车的时候 舅妈递给我一个手袋 叮嘱我上车了再打开 当我疑惑地打开手袋后 那里面明晃晃的东西 我泪崩了 以前我还奇怪 为什么舅妈那么喜欢买金首饰 而且几乎没见她带过 自从我上大学之后 舅妈每年都会带着我 去挑选金首饰 而且她不是挑选自己喜欢的样式 而是让我挑自己喜欢的 当时我满怀疑后地问舅妈 为什么不挑选自己喜欢的 舅妈却只是说道 你们年轻人的眼光好 后来我也没再怀疑 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 舅妈已经收藏了十几件首饰 我没想到 都是为了对我存嫁妆 我把装的首饰的袋子 捧在手心里 感动不已 这是舅妈沉甸甸的爱啊 老公健壮 把我搂进怀里 舅舅舅妈对你这么好 咱们以后也要把他们 当成父母一样 孝顺我点了点头 转头开讲车窗外 天空很蓝 路边的花开得正艳 而我即将走向幸福的人生 开玩笑